我们接下来第二个要求的嘉宾是来自于阿帕奇哈杜普社区阿帕奇TUBEAMQ社区的赌俊平 赌俊平是腾讯大数据海量计算存储及数据湖技术的技术负责人 专家研究员 腾讯开源联盟主席 他同时是阿帕奇开源经营会member阿帕奇哈杜普项目PMC 哈杜普项目大家应该都是耳熟能详的 那么赌俊平呢他是哈杜普项目在中国的第一个层面条 他就非常丰富的那种开源软件的开源设计的经验 那么欢迎给你们来过来 谢谢 好 谢谢相同的介绍 首先给大家说一声抱歉 那个早上的时候路上堵车稍微晚了一点 我跟那个Crate从东三环国贸那边大概过来 大家花了一个多小时时间 我没想到周六的早上也这么堵 可能跟我的信有点关系 先跟大家抱歉一下 对 然后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我知道主要腾讯负责一些开源的事情 然后包括会对这个腾讯的整个大数据的海量的存储计算 还有数据物方向都是研发的负责人 然后我自己呢本身也是Hadoop社区的Committer PMC从2013年开始就是Committer 然后后面一路就升级打怪 刚才江宁也提到一路升级打怪了 然后去年成为了这个Member 然后包括一些发布的这个release2.6 2.8相关的release 所以我觉得做了一些release的工作对我来说还是蛮有意思的 因为你能看到就是说大家这个在这个各行作业对吧 然后各个公司各个地方都在运行的这个这些软件是你发布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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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 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然后后面张朵 张朵是HBase的VP 他们也会也会就介绍一些相关的一些经验 我们估计 对 然后我这边呢会从整个大数据的这个角度 Hadoop的角度来谈一谈 大概我自己参与开源的体会 包括因为我自己实际上应该有两层 我们一层之后就说我如何去加入融入一个开源社区 然后另外一个项目是Q&Q是一个Napaki的一个项目 所以可能会讲一些那如何去发起一个Napaki的项目 或者如何去发起一个开源项目 整体这样一个一个过程或者两个迈路 然后第一个迈路说为什么要参与开源呢 我觉得首先开源是一个很组合的技术 大家不要觉得我今天现在在学校里面学的一些技术 很多时候我觉得都是都是很有用的 那这很有用的东西怎么样去最后落定呢 其实你如果去看什么业界来说 不管是从创造系统 对吧 到开源项目让开源的技术 达数学的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 主流的技术 其实数据库 数据库 开源是一个非常非常主流的一个技术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你去做开源就做非主流 这是一个物件 绝大部分现在的所有的开源 开源工作都是基于开源这个生态里面 做一些更多的创新 那看看这个大数据的这个发展更大 有可能要从2003年开始它 那从那个Google的所谓的这个三驾马车是把G5 从那被这个开源开始 那Google当时有很好的ID 我们自己有很好的联系系统 但是在那个时候 2003年就是说类似像Google这样的公司可能也不会去大规模的去投入 让开源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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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域 但是多年之后他们其实后面后悔了 因为他们是最早应该就是哈多哥的机组 或者说哈多哥是跟着他的ID而来发展的 但是后面其实在Google Cloud上 他们用的不是内部运行了十几年的这种大数据词法的 而是就是通用了科技能被他做过的一个办法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开源东西就刚才对我刚才的观点 就是开源东西是组合的东西 开源东西天然就是容易成为标准 所以这为什么应该来给大家看一看 这些东西是主流的技术是标准的问题 然后到了2006年就是其实是整个一个大数据 因为开源这段起点 它就是哈多哥的项目沉密 它其实是从一开始设计的那 这样一个搜索偏锁引擎的一个项目分拆出来的 因为最早做搜索 一开始的一个主要对象呢是做搜索 它现在数据查通查到的数据呢需要 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做这个键索引 包括做一些数据处理 后来慢慢的哈多哥独立出来 当后面 HBase在08年HBase也成立了 而HBase有一段时间其实跟哈多哥是在同样一个代码的Post里面 所以慢慢你可以看到哈多哥那六年成立之后呢 HBase也后面也成立了 包括一些SQL像Hive的项目也成立了 包括Storm像是约翠蒜引擎也发明了 后面的Fling叫做Spark 它是整套的一个体系 就不是它不是一个技术 所以说但是 从中来发展 哈多哥仍然是那个哈多哥 哈多哥仍然是非常广泛采用的一个底层技术技术 我自己从第三年成立的之前 大概1112年就开始贡献哈多哥代码 其实到这么多年到19年的时间 8年的时间 其实我换了三家公司 但仍然在围绕的大数据 很多部都给你一个工作 所以开研工作 我觉得其实主要的也是 其实说你一旦选择一大两项之后 你可以就是说不说中生工作 你的在这个领域的工作的 你的这个知识的售 或者你的工作的这个有效期 可以得到大大的平常 这就是我觉得第一个解决问题 为什么要参与开研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在开 他有个开项目的时候 那他其实要一个开放派 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技术的 同时的转型 比如说我是Spot 就是我上面有些有不同的线 上面有进门 있고 有些有些有一些 有些 kit 很多的这些项目 新衆的项目呢 它是一个互补的狀感 包括基于 所以上面有Hive 这样的 SQL 引擎 包括像 GEX 加上有 Impala 或者是 Crystal 在有些上面呢 它又是一个竞争的关系 Hive Spark SQL, Impala, Crystal 曾经 每个 SQL 引擎后面都有一个开源的所谓大厂的重点支持 它这些好的这种生态系统里面 它既有一些竞争的关系 既有一些合作的关系 我觉得这就是花旗或者说一个大树剧 或者是一个开源项目或者开源项目生态 它的一个魅力是说 它既允许你不同的主件、开源主件之间相互的合作 那又允许你之间这个优胜练胎就是互生的竞争 那一旦这样的话呢 你就是在投入一个社区的时候 除了根据自己的喜好 你还要有一定的判断你 或者说你跟你合作 你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定的结合呢 你要去挑 你有机会去挑任何一个开源社区 你也有责任去一旦选这个社区 就是持续的贡献 让这个社区让这个技术慢慢的变好 变成更大的主流 所以呢 其实我们之前也是跟 包括其他的一些 开源的leader去聊过 什么样定义成功的开源项目 其实这个也很难说 就是说我们但是一个 就是很难去量化一个 就很难说 做了一些发展的 它都会做成功 但是我们觉得一个基本的 一个 一个要求就是说 你一个好的开源项目 首先要有一个办的这个社区 对吧 后面会接到到社区的组成 它实际上是最主要下面是 能用到上面的开发者 到上面的一些 核心的这些开发者 什么一个社区 你有足够的 足够大量的人 来参与到这个贡献 那你这个社区项目 跟上才算是一个成功能标的主义 第二个呢 比如说所谓的一个生态 那这个生态 刚才已经说到了 你有跟你配合的 一个同质化的一个产品 就是意识地质化的一些产品 或者项目与生态系统 同时可能也有竞争对手的话 如果没有一个竞争对手 你可能就真的做得不够好 那Bug 比如说当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我比Micrope 他十倍可以百倍 为什么定着Micrope 定着他做过程 他不会说 我比一个 没有得到早餐应用的 没通过的一个项目 做得好 所以这个 怎么去定义这个好的 参业项目 我觉得很难说 但是一定有一块这两个 就是社区和生态 那加入这个社区 加入这个参业项目 包括这个社区 包括这个社区 固定好有什么套用 就是有重要的一个使命 然后 从这个 很多项目 我觉得可以看一看 这个开心的东西 刚才其实 香菱也提到了 就是说 在其他社区里面 我们证明大家尊重人 超过这个代码 对吧 如果我们有一个 这是阿拉伯奇的 一种说法 就是如果我们有好的代码 但是 这个 没有问题的work 比如说 人心都散了 对吧 那人都会走 对吧 然后扣的代码就不辣 但是 如果你有一个好的 就是说 你代码很烂 但是你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社区 那 这些人会不断地 就是把这个代码 优化起来 会有一个好的 最终会有一个好的项目 对于Hadoop来说 它最早 像这边我画的这个 这个制造 这样 有这个高卡通的评程 它是最早的Hadoop 这个支付 然后后面 一个年代码 原来 对 我们是在一个公司 就是最早 通话Hadoop的一帮人 没有HFS Creative Metages Creator 有这些人 就是大家在一起 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 在一起工作 慢慢地把一个项目 通话出来 变成一个组合的项目 同时去吸引这个 外部的开发者 进入这个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 一个开源的 一个文化 然后刚才也提到了 整个Hadoop社区 或者说一个开源社区的 一个标准 这个地方好像 不是很清楚 就是它是 可以看到 最下面是一个目标用户 就是一个大的 一个用户底座 这个是 对于开源项目 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是一个 社区的 基本的主要 你不能指望 就是说一个 你的开发者团体 从来就没有成为 这个软件的用户 如果一个软件的 开源项目 没有用户 没有最终用户 那一定是没有成命令 一定是要死掉的 对吧 然后有了大量的 广泛的这个用户之后 对吧 这里面就有 所谓的使用用户 就是说我可能 有些用户 是我把这个代码 下来玩一玩 玩一玩装一装 就完了 但是有些人说到 我发现这个软件 有价值 真的能帮我们 解决一些问题 所以这会变成使用用户 在使用过程中 他会发现 基本上的Bud 没有软件 是零Bud 这个也就除了 你要想做零Bud 只有一个Bud 就是把所有的代码都闪掉 好像去年 好像有一个事情 就是说 他们找了一个AI 自动发现Bud 或者自动解决Bud 最后发现唯一的方法 那个AI很聪明 达到一个0Bud的方法 就是把所有的代码都闪掉 所以那个AI 又把所有的代码都闪掉了 所以所有的代码 所有的软件 其实都是有Bud 用户会在装满的 发现 我发现一些Bud 然后发现Bud 后面发现 我就把这些Bud 提到这个社区 有些社区 有些很快的 就被人Face了 但有些Bud 可能不一定能得到Face 那是什么吧 那我觉得我们 中国的工程师 肯定是很聪明的 然后也 如果只需要自己当买 就自己去Face 我们就 进入到下一个 这个程序 就开始用户 提多了 然后不断的Face Bud 不断的Face 所以大家想理解我们 从那个Tent call Tent call 或者说 就是这样一个层次 就是 其实大家看来说 是不是也是一种套路 就是 开源软件 或者开源社区 也有套路 就是先把你评定成一个用户 然后一步一步 是吧 变成一个承命 然后你就真的 你就把你的学业 融入到这个 开源社区 开源项目 其实就是开源套路 我觉得 这个 这个套路也挺好的 对吧 就是个人的那种成长 你开源项目的那种成长 我觉得 也挺好的 但一个标准就是说 反正在这个 开放的技术里面 从我从事这么多年 就不能这样的项目来 大家都 主要是 谈这些技术 不要去 就是都谈技术 不要谈Protics 这个Protics 这个就是 不是说 我们说的那种 它是说 这个技术里面 比如说 因为在开源那种症状 你会碰到不同的竞争的厂商 对吧 一个 后面可能有些 包括通过的 等等的竞争的厂商 多少少在这个 在这个厂商里面 多少少会有些利益 因为 开源的 我们说开源后面 还是会有一些商业公司 商业利益 但是这个商业利益里面 可能会有一些 不是那么开心的东西 但是尽量 在这个社区里面 我们要想这个 就是从 技术的角度 去想 这个设计到底是 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不要想说 这个社区 这个问题 可能跟我其他的产品 比商业化的产品 配合 或者是 跟另外一些商业化的产品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适合在 开源的社区里面讲 去讨论 然后包括 那大家如果真的想 未来想成为 Commit的话 就是它 Commit 不同社区 它可能有一些 多种标准 所以我这边 发了个链接 比如说 它做过的Commit的一些标准 大概列了一下 然后总体来说 我觉得有些东西 可能是通用的 对吧 就是说你肯定要有 如果要是在一个 宽宽的一个项目里 肯定要做一个 你肯定要有一些 比较踏实的一些 对赛马的贡献 包括一些贡献的质量 比如说 有些指标 比如说你要fix多少的 issue fix多少 干了多少的feature 这些东西不一定是 完全量化 但是 但是就是说 大家都会鼓励 大家都会 就是说 那时据来说 就是说 会认可你的工作的时候 是有这些标准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比如说 could review的能力 方式方法 就是说 你想你为什么要 会接受我一个 还是不得的 或者是其他的项目 因为别人相当你 扣了review的能力 最终 你帮这个 成为这个社会的tmita 你要干的事情 是要去肯定的代码 那tmita 你要做了很重要的事情 叫做review 别人的代码 那你review 别人的代码 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review 的方式 你不知道怎么去review 别人的代码 其实就是 就算你对这个代码 非常的聊天 但是你在这个tmita 这个位置上 是没有办法 帮你的价值的 所以在成为tmita之前 你就要需要 去实不实地去review一下 别人的代码 同时 因为你不光是在 公开代码的中文中 你会得到别的review 或者review的 它的一些意见 所以也会帮助你提升 怎样去review 别人代码的能力 其实review 是很重要的 可能很多 国内的这些公司 可能不是特别讲究 就是说 国内 说实话 很多国 有些国内公司 就讲究 要比较快 比较快速迭代 没有太多时间 去做review 但实际上这个事情 在欧美 或者一些主流的开源项目 review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一来一回的交互 比较快速运动 还有一些维度 当然不一定 每个社区都会 都会看懂 但它都不能当时的 标准比较高 就是它还要求你 就经常 如果要成功 你要经常去review 去回应 别人用会的问题 因为 对于看一项目来说 别人用开源的产品 理论上 它是应该得到一些支持的 那这个支持是在社区 对吧 现在有的 我看有的访问 他们会有一些什么 用户 用户委员会之类的 但是 对于Hitroof的 打发质项目 他们一般会有 这个user group 那有这个user group 那有这个user group 理论上的三导片之内 都会得到一些回复 回应 不管什么 可能到画展 或者逛医生 或者一些general question 都会在那边有些讨论 然后还有一些 比如说 你的response 就是你的反馈 是不是及时 是不是 你的讨论当中是不是尊重 因为有些人 社区里面 其实历史上也看过 我觉得这人很牛 很厉害 技术很牛 但是呢 就是对别人不是不够尊重 那 虽然我们还是希望构建一个 比较friendly的一个 比较友爱的一个 就你的问题 大家都 就是基于这个技术来讨论 再同时把这个氛围 也搞得比较好 因为刚才也说到 如果你的 整个社区的氛围就糟掉了 人就 人就会离开 对吧 对这个项目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 在很多这些项目里面 尤其是注意到 你是不是有用合作的 就比如说 第一 你不要随便diss别人 你可以diss一个设计 你可以diss一个 一个想法 但是你不要diss别人 你不要做人攻击 然后第二的是说 呃 当有别人给出更好的idea的时候 你要去学会去采纳 也不是说very defensive 就是非常的反弹 去保护你的观点 即便你知道你的观点 可能不如别人 你还要去继续坚持这样的 就很难有合作的精神 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这种 就是这种技术的 日常的技术讨论 其实可以发现的 所以看起来反正很 标准很高 其实也还好 就是我觉得一步一步 嗯 嗯 注重过通 注重代码贡献 然后坚持一段时间 就是一个 刚才将军说 半年 有的时候在一个项目上 很未必够 也要一年或者甚至更长 但是要有一个长期的一个 一个 也失去的一个贡献 这是一个 可明看一个标准 嗯 刚才其实也说了 大概怎么可以挑项目 但是其实也不是说 挑项目 首先要是 啊 就是根据你自己的兴趣啊 比如说你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我觉得兴趣是一味的 一次在兴趣 好像有好几个趋势 趋势 就是有几个拿捏不住的情况下 你可以看一看 把整个一个技术的 发展的方向轨迹 比如说 呃 大数据啊 你觉得发展的很好 或者是人工真的发展很好 你可以 到一个你感兴趣的 又跟你的工作有结合的 因为刚才说到 做这些 这些事情 你是希望 长期在这个项目上去 持续贡献的 所以 你不要把这个事情 当成一个短篷快的 就是我成为快速充业 很利害 我就可以 给我的履历加一个分 然后也很容易找到工作 找到工作之后 我就离开 就是 就是不要大家不要想 嗯 不要这么去工艺的去想 这个事情 还是要从 中长期的一个 客人的发展 的角度去 去想 这些事情 那后面 就是每一个开业的想 成功的开业项目 对吧 后来都有一些生态系统 然后后面它有像 Hotten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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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这种商业化的东西 对吧 然后在国内 曾经阿里百度 都会这种 所以一个好的项目 你可以看到后面 它的一些开业的 原厂或者开业的这个 后面是不是有的生态 生态 生态 对吧 在后面支持 如果它后面的生态性 比较脆弱的话 其实这个项目 不是说我们不去参与 我们也要去参与 我们也要去参与 但是我们会 回去想 怎么要去探索 未来的这种 变 这种变 这种 推广的黄石 因为这些 技术推广 是需要一个支援的 然后再讲一下 这个所谓 Apache Way 就是说 需要真正的原则 我觉得后面可能 Credware Solution 我们的Chair 后面会重点讨论 Apache Way 那我现在大概 简单的提起 第一个就是社区有点 准确的 准确的 over code 第二个呢可能 这个是Apache License 就是说我们对商业化 简单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我们对商业化 简单是一个方法 因为Credware 不顶定是慈善事业 就是说慈善 它是一个慈善事业 但是它不顶定是慈善事业 因为只有 完全靠大家捐献 可能未必会有一个 持续的这种公司的力量 商业化的力量 就注入进来 就是 需要让这个生态 构建起来 然后呢是 技术档 在这个引入之间 商业的这种力量 同时 我们要保证 这个方向 是来往正确的 一个技术航班上去走 而不是一种 纯粹的 商业化利益的一种区别 然后很多重要的是公开 我们最近也是 在这个公开的这个 这一点上 做了非常的 非常多的一些 改进的一些工作 我们希望 因为在Apache里面 是希望 所有的讨论 都是一个 public search book 就是一个公开 transpiring 因为这样的话 它可以避免 有些技术决策 被少数的团体 或者少数几个人 都绑下 我们希望 更多的这种 这种技术决策 是在公开场合 所有人都知道 所有人都能参与 所有人都能贡献出 idea的地方 最后呢就是 最终控制 就是我们不一定要 去 一定要到一个 投票的一个阶段 就尽量是说 有人提出了方案A 有人提出了方案B 在这基本上 经过一段的 迪佩的 如果方案A胜出 或者是这种 这种方案B胜出 甚至是 A和B融合 或者是一个 A加B的方案 最后大家搞定 共识 长期共识 是我们最后 追求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里面 还有这个 说我们从 一个 一个local的一个角度 从一个 中国的一个社区 中国的开发者 中国的学生 怎么样去融入国际开源社区 那刚才其实 江宁也说了很多 那其实这里面 也总结了底下 就是第一个 代码的实验要提到 那我们在学校里面 有时候 可能大家不太会 注重代码的实验 所以我们 一般一般 一般就是在实验室 我不知道 参考的实验是什么好 当时在特弊 特弊的时候 我们当时就反正 为了 为了这个 满足这个 这个 就是说一些实验室 项目需求 就把这个事情 快速地把这个 这个代码的实验 做什么 一般很少 就是说 我定期要去做重播 要按这些模式 做这些事情 为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 可能第一个 可能这种学业压力 会比较大 第二个可能这些项目 可能是比较短期的 或者一个短期的方案 可能 呃 我并不是考虑 这是一个长期运营的 呃 或者是长期需要维护的一方案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当然可能要求不高 但是你要想 你要是在一个 国际化的社区里面 对吧 你一旦今天你提交了这个代码 明天后天 会有 其他人 都有全世界的人都会使用 然后 呃 全世界的人都会使用 然后除了问题 全世界的 这些 呃 第二个就是说 各种使用的工具 包括git git 一整套 一整套体系 包括整个pi 包括gira 等等等等 就是这套体系是 呃 和我们在学校里面 其实都不太一样 然后也要能够理解 呃 因为还是主动 大多数人可能想的是 哎 我这个 比如说大数据的技术 跟语计算 跟AI去融合 然后你夸出来 跟这个 大家理解 不一样的一个局势 这样的话很难 有人去翻译你的观念 或者很难有人去翻译你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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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提升交流力 就是在你的英文方面 你的书写 你的听说读写的能力 都会 都很明显 就是说 正常来说 我们一般阅读能力 和读冻能力就够了 就是在通过gir的计算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在一些国际场合 我们需要去到一些conference 去讨论自己的观念的时候 所以有一些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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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读写的能力 还是有 会有帮助的 然后包括演讲的能力 就是说 你会走到各种这样的 呃 还没做太多 很容易 比如说 我去 呃 到一个更广大的一个 舞台上去讲我的读记 太能精神 那样子 所以你要去提升 呃 你要去多去演讲 然后包括增强一些个人的教理 最后做个广告 因为 这也是阿帕奇的mita 然后我们这边刚刚开源了一个 tubanq的一个项目 刚刚进入的 进入这个 呃 一个beta这个阶段 然后它是一个 海上的 海上的这个 分布式的消息中间间 嗯 然后这个中间间系统呢 就是说 支撑了整个 陈讯大概超过三 每天大概超过30万亿条的这样一个数据 啊 数据规模 所以它就是 它是类似于像tufka 啊 这一个 然后就像我说的 就是说 我们的技术是 啊 既允许合作 也允许竞争 所以 没关系 同志的项目可以进来 呃 这本周是刚成名可费的项目 我们九 九月份开元 啊 再次康很开元 然后本周完成了一个可费的项目 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了 需要大量的用户 包括分取对方去 啊 去了解 所以对大家要在利用自己的这种线下的时间 去做一些功能 或者做一些学习 应该也是一个 好的一个 呃 呃 然后这边有一个 二维码 对大家可以有什么问题 通过那些技术问题 可以靠到这个群里面 当然这个呃 呃 我们的相关的Gero系统 正在Auth 对 这些Gero 还有我们Vhub就是 就是 很简单的老婆 现在还在 本身上的 在Authi之后 其实更多的会欢迎 在Authi 大家按照的说 Authi的方式 啊 来去做一个贡献 好的 今天的演讲 到这儿 谢谢 谢谢